總共三段程式 第一段程式基本上就是去把網路資料全部下載下來了 第二段的話基本上就是把日期的多餘的日期列刪除 第三段的話就是再把日期複製過去 不過日期複製過去的話好像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因為剛剛有一個同學還蠻細心的 我執行這一段 執行那你會發現他就是怎麼樣 快速的幫我把裡面所有的下一個日期複製到上一個日期 有沒有 然後呢再把它更改他的格式 那很快的有沒有 每三個每三個就通通完成這一件事情 那理論上看起來好像也沒什麼錯誤 不過後來我同學比較細心 他就往下找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 有沒有二一二零一九嘛 那底下應該在再來的話應該就二零一九完之後應該就二零一八了 不過你會發現他 我剛剛也在發現這個問題 這個地方的話呢 摳過來奇怪怎麼還是二零一九年的十二月二十八 不對應該是二零一八才對 所以底下應該二零一七二零一六 可是問題你會發現底下好像會存在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呢 他底下的這個儲存格好像只有記載的是月跟日 年的部分他好像自動全部都二零一九 所以如果把它摳上去的話 那變成沒 他這個地方會有個問題就是說 他全部都是以二零一九年當成是他的年份 那就不對了 比如說底下二零一八也是二零一九 二零一七也是二零一九 那就不對了 OK應該可以知道這個問題吧 那可是問題來了 像這種問題發生的話 要怎麼樣讓他變成 就是不要發生這個問題 要把它解決啦 OK 說要怎麼解決 所以其實跟各位講 剛剛那三段程式 其實都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也就是說你今天要解決一個問題 你就要想辦法把那個對應的程式寫出來 那才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那現在工作裡面 主要就很缺這樣的人才 為什麼 因為他可以很快的把一件事情 用自動化的手段 不是用人工的手段 把它全部完成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以後 這件事情如果程式寫出來 那就 再來就不用重複做了 也就是說這個人力需求 就不需要不存在了 那相對的話 這個人就可以去做別的事情了 所以這樣的好處就怎麼樣 人力大大減少 然後怎麼樣呢 你就可以效率就提高了 那其實跟各位講 我一直好像跟各位常常講到一件事就是 其實一個企業能不能跟其他企業競爭 效率非常重要 因為你效率差的話 就是你競爭不過別人 第二個的話呢 人事成本是企業裡面 應該是這個負擔最大的 所以如果說能夠少請一個人的話 公司應該會省很多成本 所以這個當然跟各位講說 如果你會這方面的 當然相對的話 你會相對 所以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剛剛想了一個方法 像比如說像這個地方 我要如何解決 跟各位講一下 理論上呢 我的習慣是這樣 像比如說我遇到這個問題 要同學問 那比如說我要解決怎麼辦 我的習慣就是針對這個地方 先加一個中斷點 然後想想看有沒有什麼方式 去解決這個問題 不過我第一個想到說 那不如就什麼 把這邊的日期 這邊呢 跟什麼呢 跟上面的這個 我再把它恢復好了 這個應該裡面是原來2019 把它改回來2019 OK 好 原來2019 我改回來 它變成 那把它這個格式再恢復好了 它原來應該是到通用格式 也就把這個2019跟這個的什麼呢 後面應該是把它的後面的這些 有沒有 前面這個不要 我要留下什麼呢 斜線 月更日 然後跟這個2019怎麼樣 全再串在一起 有沒有 把這個跟這個串一起的話 那這個問題就解決了嘛 可是問題要怎麼做到 OK 所以記得 以後如果說可以的話 你就要能夠把這個東西變出來 那你的問題就解決了 那不是的話變成你就是 要土法煉綱了 那土法煉綱當然就 像這個問題 如果不會土法煉綱 哇 天啊 那真的也是蠻麻煩的 可能要做到下班都做不完 OK 所以怎麼做呢 跟各位講一下 我的解法 一 我想說 怎麼串 其實我們如果不會 其實底下這一行應該就不用了 不用的話 你可以先前面加個單引號 表示先不要刪掉 先注解掉 然後我的想法應該是 可以把什麼呢 把這個儲存格本身的裡面資料跟後面的儲存格串在一起 所以把自己本身串在裡面 所以它什麼 把這個複製過來 OK 然後呢 AND 控一格 AND 好 那串的話呢 你會發現 大家如果你現在串在一起的話 結果 OK 它實際上就串完之後 再丟回來 好 那我們跑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它會 這個中段就停在這裡 那中段點的好處就是說 我可以先把程式停下來 然後按F8 F8是說我執行看看 這執行看看對不對 因為我不確定說這樣的結果 串完的結果會不會是我要的 不過你 其實大家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選取 它也會2019 2019 有沒有 我如果按F8也可以看到 你會把 它就是怎麼樣 把兩個的結果 串完 丟到這邊來 不過顯然的 這個結果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要的實際上是什麼 要把它原來的年給去掉 那就OK 所以這邊的話 做法 我再把這個改回來 這個原來2019 2019 這個 如果 delete了掉 恢復 那如果說 我 這個程式其實可以倒帶 它可以把它拉回來 重新 那應該怎麼做呢 應該就是 把它原來2019 串 串 那個 它後面的東西 後面東西的話 就是什麼 就是斜線 1 2 斜線 3 有沒有 那這個要怎麼串 基本上 前面不要 要後面所有的話 這個我記得 好像我們前面 有用過一個函數 叫做MID 你可以用MID MID是說 我要從中間取文字 取這個文字 逗點 後面的話呢 他會 這個文字是2019的 好像是12月3號 那可是我要什麼 我要從那個斜線開始 我要 斜線開 2019 不要 從斜線開始 那斜線的話呢 就這個 這個 這裡面的資料 然後 它就第五個字 2019 斜線 斜線 我要 所以第五個字 逗點 後面的字 它 Lex 就是你要幾個字 那我要全部 所以我就輸入 99 99 99是什麼意思呢 那我前面好像有用過 就是全部都要 OK 後刮一下 那這樣的結果的話 就是啊 幫我把 這裡面的字 第五個字以後 的字都要 然後跟原來的2019 幫我串在一起 丟到哪裡 丟到前面去的意思 就把它串完之後 再丟到前面去 看一下結果 OK 按F8 OK 好 那你可以發現 這個時候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 有沒有 剛好 所以後面斜線 這個12月3號 其實就用MID的方式去切割 第五個字以後 99 這個後面全要的意思 當然不一定99 你9也可以啦 給它一個大於 那個長度的數字 然後再串一個前面的這個2019 有沒有 然後串在一起之後的話呢 它就會把這個結果丟到前面去 就是這個儲存格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我們要的 所以可能修正一下 上個禮拜 這個地方 可能如果用原來的方式 那會變成說 每一個底下年都2019 那不對 可能改一下 好 那底下就把它全部都完成了 OK 因為這個改過了 OK 好 那因為這邊剛剛有改過 所以這個會出錯 我們把這個再重跑一次 OK 把這個刪掉了 OK 那所以 第一 剛剛我們第一步就是下載 OK 1到10頁就好了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刪除日期列 第三個就複製它的這個 它裡面的月 這個 這個 年跟月 OK 然後把它拉寬一下 那我們就可以看12月這個 這個地方沒有錯 那底下主要是要檢查就是2018的 是不是也正確 如果2018正確的話 那表示底下的話 那應該就沒有錯了 看底下是不是2018 208有沒有 所以這個應該就OK了 那底下2017 2016到2004 應該也沒問題了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了 所以 待會的程式 一樣 我會把它複製一下 修正之後的 一樣是放在雲端 所以複製日期本來是寫這樣 但把它改一下 改成這樣子 然後 這邊刪掉了 OK 那 顏色把它加一下 因為我習慣用一個外掛 這邊有 因為它原來全部都沒有顏色 它這個可以幫我把它塗顏色 這樣看起來比較清爽一點 好那請各位試一下 就是修正一下那個複製日期 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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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